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本系毕业系由周宜珍水姐 回来信上分享她选择就读东海哲学的新入地产 以及毕业后在就业方面哲学对她造成的影响为何 那我们来欢迎周宜珍水姐 嗨 你好 媳妇你好 那我想请问学家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择读这个学系呢 然后家长跟就是对我们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当初先讲我高中好 我高中其实是念到我的设计学 那我一直是念设计的 后来我大学也是考到了临东工业设计系 那会来东海这个也是因为玉海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不想要跟他分开 然后因为他们某一天就跟我说 诶 我想要读 想要转到东海文学 我都说嗯 我不想要分开他 我说好那你去考 我也去考 后来我们都考上了 我就跟他来东海哲学系 那其实当初来念东海哲学系 是看到东海有工业设计系 那东海的工业设计系 其实是还不错的在 台中还算不错的设计系 所以我一进来我就决定去做工业设计系 那当初我的父母 我跟我父母说 诶 爸妈我要去念东海哲学 他们没有读书我也没有去 他们没有给我太多的 他们就是很尊重我的意见 他们不会去限制你说 诶 你去念那个怎么样 读书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告诉我爸妈 我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那哲学这个东西 它就是帮助女人性的思考 然后所以我爸妈就也没有想象徒 我就来你了 对 那一进来东海哲学之后 我就马上先去了解 诶 双子圈要这么申请啊 或者是什么 因为我不想要放掉设计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是无标的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然后我就去问了西班 然后跑了服务处啊 然后那个客户指导等等很多 那一开始 里面老师就告诉我说 小学生一进来 不太能够去申请双子圈 因为你一进来就是 很奇怪 这样其实有点不太合理 就是你一进来为什么就可以申请 之类的 那我 我还是一直很想进去 所以我就去也是去公社系 一直找老师 然后我也是 使用了很久 然后我刚刚就说 我之前也是那次机系的 因为我有特别的背景 所以 其实这样不会太多 最后就是 设计也是很大的那种东西 对 那你觉得 当来就是哲学学生 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哲学生的东西 很难料 因为你在 当你在哲学生的时候 你是为了考试 你是为了要交报告 你是为了要面对老师 你才去念哲学 你不是 你没有活用哲学之类的感觉 你对哲学的感觉是 你在出车会 你工作 你遇到了更多的人 其实有更多的人 你才对哲学很有感觉 你会觉得 你在困难的时候 或者是 跟人之间不顺罪 你会突然想到 就是哲学家讲到某句话 你就会觉得有一种 破开朗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 哲学家是太厉害了 然后他在一两百年 就用一句话 讲出我的人性 就把人性哲学 也这么透彻 所以 我觉得 念哲学系这些东西 你不能 你不能说它 你看不到很实质的 很实质的东西 但是它是在你生活中 显密文化 藏在你一面的 或许你去念跨计啊 财经 然后金融 就是比较有 很明显目标的 学系的东西 你会觉得你学到的东西 是很实在的 可是我觉得 你在大学学家的东西 是非常不实在的 你在大学 你在大学 学校不应该只是 大学这东西 它不应该是技术学院 它是教你一些生活道理 是你要建立 我觉得大学应该是建立你的 文革 还有建立你思想 你的地方 你是为了学而学 那你觉得 这是工业设计比较 你想的东西就是 有个产品出来 对 然后直接反正是等到 毕业之后 才有可能慢慢实践 它的 就是可能内容 嗯 其实很多人 很多人问我说 诶你念什么系 我说我念的东西 都还觉得有没有人 那很多人都会说 哇你怎么念这么 充足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 错了 它一点都不充足 它是非常 不相关的 你今天你做设计 是从什么出发 你是从人出发 嗯 你做的每一项设计 都是由人开始 那哲学 哲学它也是由人做出发 去创索人性 可惜人性 所以它们是一样的东西 我在 我之前在 系上 嗯 有个老师在讲一句话 我这阵子的万别 他说 总量一定 总量一定就是 你今天你 你不想要学数学 你该死 你就是考试考在数学 你今天你不想碰英文 你该死 你就是有时候 你会碰到英文 所以你不要觉得 你这辈子学的东西 都是没用的 你学的任何东西 都是有用的 它是会 帮助你在人生 你碰到困难的时候 它会突然激发你 跟你灵感 就是帮助你的工资 然后 我觉得念设计系 念完哲学系 去念设计系 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 你在比如说 我们在报告 其实做设计很重要的是 报告 你要如何给你呈现 你的设计理念 设计成本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那这个时候哲学 就发挥很大很多 就是它能够很 很逻辑性的 让你知道说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嗯 对 谢谢 好 那 念哲学 你会觉得读完哲学 是不是不容易找到工作 我觉得 我也得要打破 就是每个人这样 习惯的意思 你念什么 跟你要做什么 是两件事情 我觉得 不应该要我这样的想法 不是我今天念的 才快才坚 我就一定会去做才坚 很多人 他念了 可能很不错的戏啊 但是他们最后的村库 都是服务演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为什么很多人 他们最后念完了 专业学习后 去念了服务演 那是因为他们 他们在进大学的时候 他们很专注 诶 我要 我有可能要做这一块 忘了去探索自己 所以最后 到出社会之后 你 你忘了探索自己 你也没有发现自己 到底要适合什么 你最后就选择了 最容易走得入服务演 所以我觉得 大学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我很鼓励你学弟妹 一定要走入服务 一定要去当作 就是 就是让你课业烦 忙 或是寒暑假 就是压力只要有大分机会 不管 不管是 不管是 那种兼职的演员 或是 什么什么的 就去常试他 就是不要觉得说 诶我面子文字 好像这个履历 我不能投 那个履历我不能投 你就投就对 我履历我只有写四句话 抗压力高 学习力强 然后就是效率很快 诶好像三句话而已 我就丢这样 然后 想说 我就每天都丢 我想说 你要面试我 就面试我吧 我面试就算了 我再丢 所以我后来 我就接到一些不透的面试 所以 我觉得哲学系 也很好像就是 不要让你在大学四年里面 划去这些 嗯 对 好 那再来就是毕业之后 嗯 我觉得哲学是对你 工作上的帮 帮助 工作上的帮助 就像我刚讲的 呃 我之前就是那些 也是跟设计有关的 哲学主要的帮助 就是潜移默化 在你的逻辑啊 思辨 或者是你在 我觉得 哲学的地方 就是发现问题 你很容易发现问题 因为你一听到人家 在讲话 就是那个逻辑不对 你就觉得 诶这里出问题了 你是不是有鬼 你就会很容易抓到 那个问题的中心 你不会像人家 好像看了很久 物理看好像看不到东西 这样 哲学厉害的地方 就是让你过去兼职 知道和事情 就是解决问题 嗯 我觉得解决问题也是 很重要的生活 生活能力 是 就这样 你工作能力在强硬 但是你遇到问题 你没办法解决 那主管就会 诶我东西给你了 呃 你正 就是你没有 但是你遇到问题 你就卡住了 那你怎么会这个样子 那他就会 好我给你一次机会 我给你两次机会 你问题又解决不了了 你就去找一个 可以帮我解决问题的人 工作上其实很多地方 是需要解决问题 不是 不是要你创造啊 或者是要你有多大的场景 他是希望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老板对上去公司啊 老板对下 下属啊 对 嗯 他就是在你团团履历 就是 超时公文中 有被人家指引过 哲学室这辈子 可以做什么 呃 一定有 就问你 一定会问说 诶你念哲学 你为什么要念哲学 然后我之前有面试到一个 诶 忘记好像是一个 香港外商公司吧 然后 他就是诶你念哲学做什么 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他讲一下 我念哲学之外 我念哲学之外 我还有去念设计系啊 然后什么 你为什么要念哲学 那他就会觉得 诶你还蛮有想法的 就是你的想法是跟人家不一样 嗯 不会像很多人都很死板的 回答很自私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 现在很多人 他们 他们 他们的生活是 很呆呆不去的 然后也很 他们 正确来讲说 他们没有思考过自己的生活 要什么样子 就连工作也是 我只是为了要工作的 不是去选择 我要什么 然后哲学是帮助你 选择 表解自己 看清自己 你要什么 这差很多 然后我还蛮 建议学弟妹 就是外文一定要念好 你在哲学去 其实很多时间去 精进你的语言能力 尤其是英文 我觉得很重要 像我 沉浸的刚从 刚从国外回来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 其实 台湾人非常 实际台湾人非常好 然后 你们也有很好的产品 然后也有很好 很多非常好的想法 可是就走不出去 为什么 语言 所以我很 我很建议在 哲学系的学弟妹 就是在大学系的 英文一定要练好 因为下一个赞场是在大陆 所以语言一定要 就是精进一点 对 就是 学弟妹的意见 好 那最后就是 请学姐就是给 就是 学弟妹的建议好了 建议喔 好 就是 就是我觉得 我很鼓励学弟妹 在大学四年 呃 不一定要拿第一名 但是作业要教 不要被盗 然后多余时间呢 去工作 去打工 去了解你要什么东西 或者是 去别的戏旁听 就是你要多多的 接触 接触很多的领域 你才会知道你要什么 因为哲学它就是 让你 让你反思 让你反省你自己 你学了这东西 你再回头看看自己 诶 这是我要的吗 然后不是的话 为什么这不是我要的 然后再去看别的东西 诶 这好像是我要的 你就去抓住它 你就去了解它 然后去深入 深入也更看什么它 然后我也很鼓励 学弟妹去 双足球 然后去补习 因为你会觉得 就是 你光看哲学的时候 它只是哲学 它不能活的 但是你有一个东西 在它旁边的时候 它就可以相对的 相符相承 它相符相承的东西 它不是只是 单单的 单单的一门学科而已 它是 它是可以精进你很多技能 那种技巧 我觉得哲学应该是 每一个学生 每一个公民啊 有奖命公养 应该要学的课 就是它应该要是 一门必学课 就是它里面包含了很多 邏輯的训练 嗯 然后 然后我觉得 歸纳也还蛮重要的 歸纳也就是这部分 因为你很做很多事情 你需要很 你要够清楚 你自己在干 你要歸纳 你要邏輯 你要分析 这都是在学这个课 就是在哲学里面 才被训练出来的 你会像一般的学科 诶 我只是念了很多的课 我念了很多才知道课 我念了很多 餐饮很多 但是 那是死的 那它就在那边 它跟你 它是物质的东西 它跟你精神的 还是不太一样 精神的东西 你可以套上在很多地方 但是你物质就是那样的 可是它们的原理 都是一样的 永远离不开 邏輯跟分析 还有背影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是 这就很重要的地方 那我也很鼓励决定 那当然是你不要做服务业 因为你一旦套入服务业 你就会变成机器人 你不会思考 所以你一定要选择 好 像翻译类的 或者是你有 你喜欢设计类 或是你喜欢什么东西 就是不要去做服务业 因为你很容易 一套入服务业 你就会一直做服务业 因为很简单的工作 嗯 你每个人都会取代你 你再怎么做 你可能 你就是拿2万 好 比如说2万1 2万2 你加班的药面2万4 但是每天累了要死 为什么 那是你劳力的副作 你得不到东西 你也没有什么学习能力 就是你只是一直做很 很劳力很低階的工作 它不能帮助你思考 也没办法帮助你成长 你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多头 看看自己要什么 因为你太累了 你多的行李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很鼓励决定 嗯 三宿家去工作 不要做服务类 然后语言一定要精进 语言 语言这个东西它是工具 它跟哲学一样 你就是会用得到它 你一定 你一定用 你就算什么东西都不好 但是你语言至少要好 因为 我之前上一个老师 我就讲得很好 他说未来 未来在 能够世界上分成两个 一种是可以在地球上 随意移动的 另外一种人就是 就是很 没有办法到处移动 那通常就是第一种人来 控制这个世界 因为他们 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自由 自由移动了 那这类的人 代表他们的语言能力 因为未来地球是普通的 就是 不是 它已经不是原子 它是一个很 已经是 很国际化 所以你一定要走出去 因为哲学系好 不是这样 你要走出去 那我现在的老板 也是哲学系 对 但是 然后 但是它语言能力非常好 它日文跟英文都很厉害 就是很精通的一个 然后 哦 我想 我先讲一下我现在工作 就是我 之前我是在联居建设 那联居建设 呃 就是大家都看得到 齐齐人都好 你知道 但是太多是很豪宅 那我那时候 是在里面做那种 停销企画类的 可是后来太累了 我那时候一天工作 大概16个小时 很累很累 后来我就受不了 我就跳到了一间 叫阿斯隆 就是迪卡蒙 在Costco旁边那间 那间是法商 然后它在世界各立 它可能跟Nike规模差不多 就是还是很大很大的 运动用品公司 那我是进去里面做 写材开发 写贸易 贸易的部分 后来也是因为 我觉得那块很化学 太化学了 不是我要的 所以 就是在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自己要去取找自己 你要抽屎勾建 诶 这个东西好像不太适合我 这个东西还比较适合 所以我现在就来到 我现在这间自己 室内设计公司 那我们是跟日本人合作 在台湾开的私立东西 就是很 很国际化 就是你一定要 提升自己的原理 让自己 国际化 走出去 然后 不要画这些 学什么跟做什么 这两件事情 是取决于你 你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对 好 希望能够给学姐妹一些提前 好 那今天很开心 那我们在学姐妹 就是访问 对 那谢谢你 好 谢谢